台东县政府积极拓展海外的旅游市场 暑假将推动香港台东包机专案 为了吸引更多香港游客 县政府也在香港的钉钉车上面宣传活动讯息 让香港的民众可以看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 还有池上农村的美景 香港的钉钉车上也能看见台东的美景 今年已经第七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至今已经累积超过百万人次前来朝圣 台东县政府为了加强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海外曝光 今年持续选择在香港钉钉车宣传相关活动讯息 希望吸引国际游客的目光 香港是台湾很重要的旅游市场 这几年香港人赴台湾不断的成长 我们很希望把跟香港互补最高的台东 介绍给更多的香港朋友 所以今年夏天我们在香港做了三款的广告 在香港的电车上面 就像这个这样子 特别用我们热气球嘉年华的主题 从6月30号到8月6号 就是我们台东最有名的热气球嘉年华 搭配上我们今年7月14号到8月25号 每个礼拜二五都有香港台东直飞的班机 可以把香港朋友更方便更快速的 带他们到美丽自在最好的台东来旅游 今年在交通部观光局及县长黄建廷的努力下 暑假确定推动香港台东包集专案 台东的好山好水辽阔景观 相信是人口密集的香港居民旅游的好选择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